好了,我现在用这个经文以复首书,四章一节开始,为什么用这些经文呢?因为有些经文刚才我们用的是很多恩典的,这个经文也有律法吩咐我们做什么,中间也有恩典,我就去帮助你们从这些很多律法吩咐我们做什么的经文里面怎样找到恩典? 我也这样说的,律法有两种,一种是吩咐我们做什么的,吩咐我们做的,爱人如己,尊重神,传福音,这个是吩咐我们做什么 另外一种是警告,惩罚,他们要往勇行你去,这个就是惩罚的这种经文 我们都,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去尊重神,我们是应该尊重的 其实恩典是恩典推动我们,但我们还是尊重神,我们要清楚分辨这个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只讲恩典,没有讲律法,没有讲怎样尊重神 我现在所讲是平衡恩典和律法,平衡两方面都有,但主要动力是恩典 因为神爱我,神看重我,神提升我的生命,神看重每个人 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神必定祝福,提升也必定赏赐 这个是神必定作为他的恩典,他的帮助 同时,这个律法,我们应该尊重的 但是恩典推动,因为神爱我,所以我尊重 但很多人就是,常常都去说,我要尊重,我要做什么 而且就有压力了,你要怎样尊重神啊 而且加上批评,你没有尊重神的话,神不喜悦你啊 你是不,又恶又懒的仆人啊,没有结果 就是很多人用这些方法鼓励人 但其实鼓励是真的让他看到他们的前世 神的祝福 神看重我们,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神看重我们的,神为我们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他也在我们生命中,是给我们生的性情 有从神来的性情 为我们预备,恩赐能力,各方面的预备 但我们尊重神,神必定祝福的 这个是恩典,推动 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做什么 这个是律法,这里是律法 但这里,这个律法,这里不是惩罚 不是警告,这是吩咐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教,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教人相称 这个就是你应该尊重神了 凡是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比起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和唯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教同有一个指望 依主,依信,依喜,依神 这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蒙恩都是照基督所 亮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经文很多人讲,就是讲 你们要行事为人,与蒙教的恩相称 都是吩咐 谦虚,温柔,忍耐 爱心互相宽容 他们就没有看到什么恩典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们,里面有什么恩典 有些小经文里面有,有些小经文里面没有 我们从整本圣经可以找到神的恩典 配合这个主题,但现在这个经文是有很多恩典的 但很多人看不到 好了,我告诉你,这里有什么恩典呢 既然蒙教,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教 穆哈说,与蒙的恩相称 这里有没有恩典呢 什么恩典呢 蒙教就是神护教我们 他护教我们,护教我们给我们盼望 护教我们 所蒙的恩 他有恩典 护教我们,我们得到的恩典 所以现有蒙教 然后有神给我们的恩典 既然蒙教也有神给我们的恩典 他的恩典很多,是不是?各方面都有 他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赐给我们恩赐 赐给我们虚荣的一切 赐给我们机会去服侍神 也赐给我们赏赐 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 所以这样 都有很多,但很多人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留意这个恩典 这个基本上是律法的经文 这个基本上是律法的经文 基本上是律法的经文 但里面藏着不同的恩典 有些手续 经文没有的 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去讲 但这里说 你去蒙教 这是神护教你 神健身你 护教你 然后将恩典放在你身上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不上宽容 所以现有蒙照 现有蒙的恩 才能够去尊重 好了 然后用和平比起联络 可能就是讲爱要 可以 但是这里说什么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 合而为一的心 其实原文没有 的心 没有这两个字的 原文就是保守圣灵所赐的 合一 这个什么意思呢 圣灵已经赐 我们合一了 所有儿女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合一的 但很多人没有保守 所以教会有分裂 有不同的众派 不能合一 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去找出得案 没有去研究 找出得案 每一方面都坚持自己的看法 没有去从圣经分析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没有保守这个合一 这个合一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 到天堂我们所有众派 都是合一的 但希望 未到天堂我们能够合一 但的确在很多地方 这个是困难的 因为 神学的不同 我希望我们都会 看重这个合一 好的 然后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你们能叫 同有一个指望 也有恩典在里面 同有一个圣灵 在里面中间做工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个盼望 我们所有人的盼望都是一样 所有基督徒的盼望 都是一样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没有盼望的 我们死就死了 但有神 有救恩 我们知道我们去天堂 这个是 我们有这个盼望 这个是给我们的恩典 是不是 然后我们 有同一个主 同一个心 同一个喜 同一个神 是同一个神 没有不同的神 是同一个神 而且后面说什么 是众人的父 所有人的父亲 所以我们 可以与神 有亲密的关系 祂都是我们的天父 然后祂去超乎 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什么意思 惯乎 穿透 所有人 将我们 串联 是不是 串联 串联起来 祂去住在我们 所有人中间 也将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都是神的身体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有神的圣灵的感动 去感动我们去做什么呢 祝福另外一个神的儿女 祂也是圣灵在里面 万户在祂中间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都有圣灵在其中运作 祂也是住在我们众人之内 与我们同在 陪伴我们的 我们蒙恩 我们都是蒙受神的恩典 去照基督所连给我们的恩赐 神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每一个人 神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 在这个照会 在整个所有的基督徒中间运行 好了 我刚才去解释这个经文 看到里面很多恩典 现在我去用这个经文 讲道 讲道 这个道是什么呢 是 讲道 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 保守圣灵里面的合一 保守圣徒的合一 好的 这个 反面利局和正面利局 为什么开始讲反面利局呢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啊 我们很合一啊 但没有看到 其实有些时候 有些人会反抗教会啊 不顺从教会啊 不同心的 同心的传语音 同心教 教会信望 所以 都有这些分裂的问题 而且在 中教会也有 不合一的 所以 所以的确有这个问题的 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要建立任何神的属性 都必定要知道这个敌人是什么 这个困难是什么 所以这个反面利局是 有些基督徒觉得 可以是不重要的 不一定可以的 这是有些时候 他们不赞同这个牧者 就觉得 不赞同我就要离开 其实按照圣经 我们是应该尽量 处理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有些时候 是很难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时候是 凭信徒 不肯听话 不肯听从神 有些时候也是 领袖 不肯听 教友的意见 他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好的 但他没有听从教友的看法 有些看法是重要的 不是每个看法都是对的 但有些看法是重要的 但有些领袖就觉得 我是领袖 我不会听你的 这样就造成这个问题了 所以有些时候 教会里面就分裂了 而且中教会 灵恩派 圣灵充满了教会 我去圣灵充满 但我不是灵恩派 因为我 灵恩派有些作为 我不跟从 因为他们有些作为 我觉得是不跟从圣经的 我去圣灵充满 也带着圣灵的能力 事奉神 我会说 我是圣灵充满 但我不是灵恩派 因为灵恩派 有不同的教导 我不赞同的 但现在我不讲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很可惜就是 不能合一讨论 讨论这些神学 了解 到底是不是有圣灵的运作 圣灵对我们 事奉 是不是有帮助 是不是建议 神的教会 所以教会里面 的确有不合一 这个是 反面的力气 正面的力气是什么 有些手你不需要放在一起 但有些手你可以放在某一处 讲到合一 然后我们可以有 合一的 基督徒 正面的力气是什么 这是 有些基督徒 同性传福音 同性建议教会 就很有力量 几个人合一 也很有力量 我告诉你 这个19世纪的 全世界的宣灵活动 19世纪 是几个人 四个人 一起祷告 然后带来很大的福音 很多人就差遣出去 做宣灵式 19世纪 很多的宣灵式出去 就是因为有几个人开始祷告 然后兴起很多宣灵式 这个是 这是基督徒合一的见证 好了 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现在你 讲了很多神的恩典 他呼叫我们 他将恩典给我们 他呼叫我们进入他的羊群 他将很多恩典赐给我们 将能力赐给我们 足够的帮助赐给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 有能力向前走 有能力赐从神 然后他赐给我们合一 我们是 这是合一的 虽然有些人不赐从 但我们是合一的 都是神所赐的 只有一个圣灵 一个神 一个父 而且这个神是 超乎众人之上 是超乎我们的 也万户众人之中 住在我们每个中间的 也住在众人之内 如果每个基督徒都很谦卑 祷告 亲切神 神啊 你带领我怎样做 全然的谦卑 神会带领他 与其他基督徒合一 比起合作 互相关心 同信信望福音 同信爱主 被圣灵改变 也明白 圣灵供教的重要性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 神是赐给我们 足够的资源 基督徒可以合一 因为神住在我们中间 感动所有人 如果他们要了解 神的带领 他们放下自己的意见 按信道道 神就会带领他们了 所以刚才我所讲的 是什么 首先神呼叫我们 也给我们很多恩典 力量 恩赐 机会 聪明机会 能力 供应 各方面 帮助我们 叫我们能够合一 能够跟从神 祂也 关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在我们心中做工 帮助我们 跟从神 也给我们恩赐 连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是神的恩典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是合一的 祂是合一的 祂不是分裂的 祂是合一的 祂也看中人的 祂看中人的合一 好了 警告 警告 有些时候 有些人 同一个众派 但因为反对 牧者 或者牧者反对他 教会就分裂 我自己 亲眼看到两个教会 是我熟悉的 分裂 这是因为人的意见 不是因为神学 是因为人的意见 因为人的 正常 人的问题 就分裂了 这个就是 人没有跟从神 而且很多时候 教会没有分裂 但 基督徒不合一 所以没有力量 不能合一 当人不能合一的时候 是神不喜恶的 也破坏 基督徒的生命 也破坏教会 教会没有力量 这个是 对教会的破坏 好了 如何 如何 如何能够合一呢 如何能够保守 圣灵所赐的合一呢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神 呼召我们 神将很多福气 祈给我们 神 祈给我们合一 神是 万物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祂是与我们同在的 祂是 陪伴我们的 看中我们的合一的 所以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就首先 处理所有的垃圾 所有负面的想法 我在如何 很多时候都会 讲到处理问题 处理垃圾 什么垃圾呢 很多人就是 用想法 我不 我不喜欢这个基督徒 我不喜欢他 他生命不好 他懒惰 他吵架 就不喜欢他 这个不是神的方法 神会有耐性帮助他 不代表我接受他的吵架 我不接受他的吵架 但我接受这个人 我会找方法去帮助他 怜悯他 但如果他完全的不接受的话 我也需要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18章讲到 如果有人得罪你 怎么办呢 首先一个人跟他谈 然后不愿意听 带一两个人一同跟他谈 再不听 带整个赵会去 与他沟通 他还是不听的话 就要看他为外邦人 这个是神的方法 不需要用个人的方法 不需要讲他的闲话 很多人用的方法是什么 不喜欢他 抗拒他 抗拒他 也讲他的邪话 很多教会的分裂 问题是什么 怎样来了 就是人会 去会玩 几个人一起 去一个地方吃饭 或者去他的家 你要讲什么呢 今天讲得到很闷 这些人不爱主 这个教会有不同的问题 他们没有找处理的方法 只是去批评 讲闲话 这个闲话就传在整个教会了 整个教会就有负面的看法 我会这样说的 的确是 每一个西风人都需要进步 怎样做得更好 怎样讲道能够帮助人 的确很多在天国里面 很多传道人 他们的生命 西风的能力 不需要去到高的层次 但不代表我们就对抗他 我们去找方法去帮助他 也接纳他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去反对他 就教会分裂 这个不是方法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些 抗拒某些人 侵抗某些人 批评他们 讲闲话 可能我们觉得他做得不好 但批评的时候 神也会批评我们 因为论断 你论断人 你也必备论断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垃圾 我们需要放下 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这个爱心 说虽然有不同 虽然有软卧 我怎样找方法去合议 但当然 我们与谁合作 是我们的选择 这点我要说清楚 例如有人有问题 我不要攻击他 我可以帮助他 但我不一定跟他合作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我不一定要参照他的教会的 我可以选择的 但我不要对抗他 我不要背后说话攻击他 我不要说这个目色不好啊 我不要说这个话 这个不是我做的 神自己做的 不是我做的 这个所以我们就明白 我们仍然保持这个合议 有些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就接受 但我们不需要批评 在教会里面 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也尽力保守这个合议 叫基督徒都合议 都比起相爱 同心合议 在教会里面很重要 是告诉人 我们这个教会的方向 我会告诉人 我的方向是什么 其实我现在 以前我是多连 幕会为主的 现在我不是幕会为主 我现在主要是训练 宣教 写作 写作都是训练 都是帮助人的 我也同时有幕会 但这个是我 不是最重要的事分 但这个群体 我都训练他们合议 一同同心合议的 信号福音 被训练起来 祝福不同的教会 也祝福他们 自己参加的教会 他们有些人 参加我的教会 同时参加自己的教会 这是来这里实习 但我就去鼓励他们 维他里的教会 祝福他们 我不会叫他们 离开他们的教会 停留在里的教会 祝福他们 如果他允许你 留在那里的话 这个就是经历 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议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在总部再说一次 这个恩典 动力是什么呢 神护照我们 赐恩典给我们 神也是合一的神 神是赐给我们 同心合一的 圣灵所赐的合一 而且圣灵 神是万户 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所以他去 好像 你想一想 这好像不同的东西 有一条线 都连在一起了 这样这个 不同的人 都连在一起 神就是这样 这样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 我们都是合一的 我们就跟从神的路 保守这个合一 然后方法去处理 我们里面有 这些纷争 接打的问题 然后处理里面 有一种 抗拒某些人 倾看某些人的想法 然后怎样用 去会 语言连接 不批评他们 去祝福他们 我们自己的教堂 也尽力保守 这种合一 让他们看到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群体的目的是什么 训练他们 被神使用 去祝福更多人带来 更多基督徒的复兴 预备耶稣的再来 也祝福不同的教会 也去宣教 这是我给他们的 这个目的 然后他们也参与 参与 参与在不同的服势 这个就是让他们 投入在这个事奉里面 这个就是 实际上怎样行出来 好了 我们就 讲到这里 就是用这个经文 虽然里面有很多的 吩咐很多的律法 但里面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恩典 鼓励我们去 遵从这些神的吩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